您歡迎接著文文會節目 對於就是 李清雲七五日次 跳機以外起四周 台電視會時代 有哪表示說 跳機後 可能現場的設備都正常 有哪沒有這方向的討論 來看現場 相信的狀況 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今天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來到了這個核二場視察 原因就是要瞭解 這個七月二十七號的跳機事故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根據這個臺電的調查報告指出 這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人為舒適 因為有一名員工 他不小心移動到了椅子 碰觸到了主蒸氣隔離罰的 開關的壓克力保護罩 導致主蒸氣隔離罰關閉 造成了機組跳機的這個狀況 不過台電也表示了 跳機後確認現場設備都正常 沒有放射性物質外泄的可能 而台電除了聲表歉意之外 也利用上個禮拜 盧碧颱風接近的假日 用電負載量較低的時候停機 趁這一段期間 做了一些改善隔離的防護措施 這其中包括了四點 從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點是加強人員的訓練 第二點是這個紅線管制區裡增設了 紅外線感應偵測儀 如果人員經過的話 會有警示聲音 那第三個是控制操作盤面上增加了安全防護杆 並且是把關鍵的開關改成了有磁吸性的壓克力保護罩 最後是造成這一次大烏龍的移動式椅子 全部都改成固定式的 那因為這個核二廠二號機的裝置容量 有98.5萬千瓦這麼多 是全台灣裝置容量最大的發電機組 所以外界也都很關心台電改善的情形 但是這途中幾位立委也提出了質疑 二號機現場竟然是沒有監視器畫面可以作證 所以還是對台電這一次的說法抱持了懷疑的態度 以上就是我們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